瓷器花樣的設計 不論是承襲前人的紋飾 或者是全然的創新 都有某一種寓意存在 大家好 我是陳玉秀 任職於器物處 我的專長是瓷器研究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明代嘉靖時期製作的 青花雙耳環耳皮 距離現在大約是500年 主要的紋飾是 青龍 白虎 朱雀 玄武 它是屬於神仙思維底下 產生出來的圖案 赤神的思想起源非常地早 到了漢代的時候 就是道家神仙思想進來之後 它就成為星座 武功星座裡面的四個陣位 就是東西南北 這一種花樣用在瓷器上面 是嘉靖時期的首創 那我們就要講到 嘉靖皇帝奇人奇事這件事了 嘉靖皇帝是歷史上面非常有名的 一個道教信仰的皇帝 明代的皇室通常是所謂的 道教跟佛教並存的一個時代 可是嘉靖皇帝不是 他從小就信仰道教 而且在他的玉花園的西院裡面 練仙丹 因為他希望練仙丹讓自己長生不老 甚至還想像就是說 他可以駕著仙賀西歸而去 當我們觀看這一件作品的時候 我們會把兩個他的雙耳 放在我們的左右兩側來觀看 我們看到了幼兒的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邊有一隻青龍 而且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翅膀 竟然是像火焰形的翅膀 而且他的那個爪子 右爪往前 往前要匍匐前進的樣子 這隻龍的眼睛正對著西方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左邊的這個耳朵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隻白虎 那這個白虎的身體呢 特別的修長跟龍其實長得很像 正前方呢有一隻豬雀 展開翅膀然後往下俯衝的一種狀態 我們又可以看到它的背面 這裡有一隻圓形的小烏龜 那我們稱為玄武 這隻烏龜呢它是圓形的 而且它的當我們仔細靠近它來看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它的那個長長的頸子 然後那個頭跟嘴巴的樣子 其實我會認為說它比較像鴨子 其實蠻可愛的很Q的一件作品 我們又可以看到就是說 四神獸的周邊呢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有很深的青花 它的樣子呢就是在那個明代的時候 就叫做雲紋 可是我們在仔細看的時候呢 這個雲紋裡面呢它用筆呢畫一圈一圈一圈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所謂的零之雲這樣的一種概念 我們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就是波濤洶湧的一種花樣 這件作品裡面呢 總共有六座仙山在這裡 所以我個人推測呢它應該要描述的是 藤來仙山的一種意境 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作品其實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它是在描繪神仙的一種思維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 口的地方 這邊有大名嘉靖黏制 嘉靖時期的這一種瓶子 它底部的做法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通常要起露爐的時候 它會產生露爐旋轉的痕跡 可是這件作品呢非常的平整 那這個在嘉靖時期 考古出土的文物裡面 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底的修的方式呢 是主於嘉靖時期的一個作品 這個設計師呢 他就是為了要投嘉靖皇帝的所好 然後設計的這樣的一種圖案 也是明代嘉靖時期的一個創舉 前面沒有後面也沒有人製作這樣的 瓶器設計的圖案